在南美秘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教育部長會議 今次早對本地各界人士包括教育界表示 配合全球一體法的趨勢 希望見到香港兩地在教育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而兩地大學的交換生雙方只有200多個 希望吸引更多加拿大學生到香港 並且相信香港的學術科研和中國大陸的緊密聯繫有吸引你 如果在外國的學生經過香港作為一個介入點 我希望將來可以做得成功 這是一個買點 他又說希望目前已經有200多個加港雙方的科研合作計劃 會進一步發展 朱明洋亦都趁著這個機會 和本地的香港移民大學生交流 應和他們回流香港可以擔當橋樑角色 有學生也有同感 在這邊接受教育會對這邊的文化比較熟悉 那變了就會是 如果將來會和這邊交通的話 會比較容易 他又說相信加拿大生活提高了英語水平 令他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更有優勢 珍持特電視記者真是很揮揮到 就從未到往在內 看完完orkt 然後全部也要幫助